還有我們今天歷領我們非常的 唐鳳政務委員 非常謝謝 各位我們女婚人們 是不是先用我們熱烈的掌聲 我們先歡迎一下我們政務委員 非常謝謝政務委員今天 能夠播控 早上在嘉義 特別播控到我們崑山來 讓我們崑山的老師們 學子們 還有我們大台南地區的高中指的老師們 有這個機會能夠一堵通常 唐政務委員他其實在很多的演講裡面 學校的部分我剛才有求證 學校的部分 雖然有很多學校來一定要 不過不見得能夠有時間排得出來 然後有很大的一個部分 在外面的演講 事實上是用視訊的方式 最有名的就是去年12月的一個聯合國 然後在瑞士日瑞瓦的一個論壇的一個視訊 那突破的一些封鎖 大家也知道我們在國際場合裡面的一個會議裡面 很難能夠有幫台灣發聲 或是為台灣來講話 或是我們把我們台灣的經驗 傳遞給全世界的這個地球村的人民 來讓他知道我們台灣的一個經驗 很少的一個機會 那他用了一個很好的一個方法 也很聰明的方法 最後也產生了一些默契 這個默契就是 反正在同一個屋子裡面就是一個中國 剛才我們唐政委講話的時候 那個中國就會出去 那房子裡面還是一個中國 有這樣一個默契 已經第三次了 剛才聽他有在談到這個 那我要特別介紹一下我們的政委 我看了他的資料以後 我自己就覺得有點漢顏 14歲他就脫離了正規一個學制 14歲就擔任了資訊公司的技術總監 17歲就擔任了明基公司的顧問 14歲我國中還沒畢業 17歲我高中還沒畢業 我們想著未來還在哪裡我還都不知道 33歲就被行政院延然來擔任顧問的工作 35歲就擔任有史以來前五股人的政委 就是政委 就是政務委員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然後他主要就負責數位發展科技這個部分 那所以撐了起來 事實上我們個人 我們學校也在執行數位技術中心 DOC的業務 剛才跟政委特別報告 他事實上講起來就是我老闆中的老闆 我們的上司的上司 他也特別有提到 他其實也蠻關注這一點 那我想今天我們有一個主題 這個主題就是有關台灣社會創新發展的趨勢 尤其在高校生根的創新的教跟學 我們的主題雖然是定這樣子 不過我知道應該是不以這個主題為限 什麼都可以 不過我要特別講的就是 因為他14歲就脫離了正規的學制 剛剛我有跟他 比你們更 大家更有機會 就是先跟我們政委聊一下 中文 英文 德文 還有法文也會聽 比較深屬一點的問題 都是自學的 14歲就脫離了我們的正規的學制 現在我們的政委也才36歲 36歲 所以我跟國際長 剛才國際長跟我一起跟政委在聊天的時候 有特別提到 35歲當政委前無古人 後有沒有來者不知道 不過我跟國際長兩個沒有機會打破他的紀錄了 多他幾歲而已 所以我想今天特別邀請他來講這個創新 他不是我們正規學制的人來講這個創新 我覺得就是有點意義 今天假設邀請我們是正規學制的人來講教學的創新 可能我們自己就講的覺得會有點心虛 一定我們通常我們跳離 跳開不了我們的一個 既有的一個範疇 既有的學習的那種味道 所以今天我們特別邀請他來講這個主題 我覺得是非常好 那是不是比較多的時間 我們就留給我們的政委 我們是不是再一次熱烈掌聲 歡迎我們的唐夢唐政務委員 謝謝大家 這個數位技術有好處嗎 就是大家都已經問了19個問題 我們可以在一面致詞的時候 大家一面同步的問問題 那在這邊先講一下時間結構 時間結構是我們今天是到5點 那所以5點的時候我能回答幾個就回答幾個 沒有辦法保證說大家問的都一定回答 在這邊先跟大家致意 然後回答的順序是按照大家按讚的數量 所以可以捲動一下看到別人問的問題 你也感興趣的話就麻煩按個讚 因為這樣的話它就會開始往上飄 然後這個散數越高的就會越優先的回答 那好比像說你看這樣一講 馬上就有11位朋友去按一個讚 然後另外一個規則是說 我們對於匿名問問題的跟巨名問問題是一視同人 所以說因為我們以前常常在舉手發問的時候 那個舉手的人都會受到很大的同彩壓力 因為怕說問你這個不體面怎麼樣的問題 但是匿名的話就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通常我們只要有匿名的系統 通常才會收到真正有挑戰性的問題 所以說大家就是歡迎盡量的匿名發問 然後盡量的去洗這個讚數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的這個時間跟空間的這個結構 那就先跟大家講一下 好那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了 有一位朋友Optimism 李建林問說 請問我當時是以什麼契機發現對資訊學科的一個興趣 那自學途中遇到困難 比方無法讀懂的時候是怎麼解決的 或者有沒有迷惘過是否應該繼續走資訊的路 那像這一位就是非常善用空間 就是三個問題事實上 那但是我們就這個因為有個邏輯脈絡 就一次回答 那也一次回答17位按讚的朋友 當時我一開始接觸電腦是我在家裡面 然後看到了幾本計算機概論 然後還有Basic語言的書 當時是1989年 然後我是8歲 剛才8歲 然後8歲的時候 當時為什麼家裡會有這些書 是因為我的應該是故障吧 當時還不是故障 還是我姑姑的男朋友在測試會工作 那所以他就是有一些這種入門的一些Basic的一些書 那當時我對數學是非常有興趣 我小時候很喜歡數學 所以我就發現說 欸這個書上有講一個題目 這些題目呢 我在數學書上也看過 可是我都不用用手算 它可以來這個節省我的時間 我就覺得非常的有吸引力 但是在當時呢 其實電腦是很少 還沒有完全普及的 它是1989年的 大概年終年後 才開始慢慢普及 當時是可能小教授啊 或者是一些最基本的這個Apple 2 在台灣也還沒有太多台的那個時候 那所以呢 在當時就是家裡也沒有個人電腦 所以我就是看著那個書 然後自己拿一張紙 然後在紙上就畫鍵盤 然後鍵盤就一個一個這樣寫上去 然後就照著書上的這個指印 我就自己按那個紙上的鍵盤 然後自己把這個電腦應該會 這個回答什麼把它這樣子寫上去 那所以其實就很有意思 就是說我是靠著這種用想像的方式 去進行程式設計 這樣子過了可能一兩個月左右吧 然後呢這個我媽終於受不了了 所以就買了一台電腦給我 但是買了電腦之後呢 其實那個電腦就是發現 它確實它輸出的東西 跟我想像中它會輸出的東西是相同的 所以這也就是說 其實我想資訊科學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它電腦 只是我們用來做一個實驗的一個器材 或者用來加速這個運算的器材 它本質上還是一門數學 意思是說你用紙跟筆還是可以運算的 那這個我們現在還叫做運算思維 所以我還是從現在看起來 還是覺得說電腦它就是讓我們 在了解這個世界的法則 就是數學的這個功用裡面 能夠讓我們的心靈更加自由的 這樣子一種工具 這是小時候的這樣子一個方法 那在自學的途中遇到困難 比方無法讀懂的時候是怎麼解決的 這邊跟大家報告是說 我從1995年開始自學 那1995年的時候呢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在台灣的一個 也是全世界 就是在台灣第一次 除了學術網路TANET之外 台灣的民用網路HINET 也接到了網際網路上面 那這是大概93、94年的時候開始 95年的時候開始 終於大家付得起的這個錢大概的程度 那所以呢當時呢 我就是從大概93年開始接觸網際網路 然後當時是用台大的網路 94、95開始用加力的這個網路 當時就發現說 我在學校我不敢這個學什麼 都跟網路上面 當時有很多的朋友們 用一個叫做preprint的一個概念 什麼叫preprint呢 就是說我們一般要發表一個東西的時候呢 大家要經過同材審查 然後呢要這個 登到期刊上 然後登到期刊上之後 要大家這個重現實驗 這些過了這個可能兩三年之後 才會被教科書的這個審議委員會看到 然後呢才會變成主流的東西 才會變到教科書裡面 然後才會讓國中生看到 所以從一個研究出現到 國中生把這個研究放在 國中課本裡面 中間大概過十年左右的時間 所以我當時一上網 然後一看到這個preprint 就是大家把自己論文 還沒有經過同材審核 就放在網路上的這個社群審核 就發現說 我教科書上寫的東西好像都過期了大概十年左右 也就是說明明就已經是被證明 大概不是這樣的東西 教科書上怎麼還是這樣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說 好像一下子就踏入了十年之後的未來 所以當時就發現說 我只要寫一個信 去跟任何做研究的朋友 寫個email說 我看你的論文啊 不是很看得懂啊 或是說你哪個地方可不可以解釋清楚一點 因為他也不知道我才14歲 他就把我當作一個英文不是很好的亞洲人 然後他就很願意很詳細的幾千字幾千字啊 這樣子回覆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發現說 欸這樣子的學習環境 比起學校的學習環境 不但是很在未來 而且是大家互相協同工作的 不是只是我單向的這樣子接受 而是我可以隨時問問問題 而且大家都非常樂意回答 因為當時所有研究者也才剛接觸到我愛文而已 所以大家都很覺得說 欸我們在這邊可以交很多新朋友 所以其實並不是因為我不適應學校 然後自學 然後碰到困難 然後找網路 是完全相反 是我那個時候去找我的國中的校長說 欸杜校長啊 我現在碰到一個這麼好的這個學習環境 我就不想來學校了 那但是呢 因為義務教育嘛 所以一定要念到博三 所以你幫我跟教育局打一下 你騙一下他們說我都要來學校 然後斷考都來了 但是都考零分 那這樣子 這樣的情況 你是不是讓我在家裡自行學習 那校長也說好 那所以後來就達成了這樣子一個工作 所以我想重點並不是說 資訊的路本身是資訊科學的研究 我當然對資訊科學有興趣 但是後來就發現說其實全球資訊網 這條路它是通往任何的地方 不管是我想要學社會學 想要學哲學 學經濟學 學歷史 學管理 學所有這些東西 其實這條路它就是通往每一個研究者 而且是個人對個人的這種 就是實際一起做事情的這種關係 而不是就是一邊講一邊聽的關係 所以我想這是沒有任何迷惘的 當時的感覺就是說 這個才是學習應該有的方式 那所以我想之後從1996年到現在 也過了相當久的時間 其實我們就是慢慢把當時的這樣子一種網路的 互相學習的方式 慢慢一步一步的帶進我們的教育體制來 那當然好比像說 明年就要上路的12年國家課綱 就是把這種所謂學生自發的這種精神 所謂教師師跟學生合同學習的精神 共好的精神等等 把它頂過來 那同樣當然中間有個時間差 但是現在的資訊科學期 尤其在台灣也已經便宜方便到 大家都可以開始試用這樣的方式學習 我們今天演講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例子 因為那裡完全是由各位決定的 那有一位朋友說 我覺得是不是該廢除 他對mə tím顯然 LISA 是有相當不好的這個感覺 要廢除兩次 AAA ok 對對對 這個別的尊密符號廢除一次就好了 他要廢除兩次 我自己有主持一个自由软体的一个专案 叫做蒙点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蒙点它是这样子一个 它是包含国语词典 包含美南语 包含就是台语 然后包含课语 然后包含两岸的这个词典等等的这些部分 然后还有英文法文德文等等的这些部分 然后有非常的多的 比如说笔画历代书体所有的这些工作 那为什么这个把蒙点开出来呢 因为我们在做蒙点的过程里面发现说 其实注音符号它是在当时发明的时候 它当然是只是用来筑这个北京腔的普通话 那可是其实它在演化的过程里面 尤其是在台湾这个开始推行注音符号之后 其实它花了蛮多的时间 当时的朋友们去把它改成也能够去读 好比像说台语或者是去读其他的本土这边的其他的语言 那所以我想就是说大家对注音符号的印象 当然也许是停留在华语或者普通话的这个情况 但是我们当时在使用蒙点做教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 它的注音符号跟台罗 如果只显示一个的话 那大家在就是学习台语的时候 按照这个不同的就是视觉或者听觉相关的一些学习的这个课程 大家会有不同的进入 但是当我们把台湾罗马评论跟这个所谓的注音符号一起 注台语的注音符号一起显示的时候 其实它就比较容易评出一个正确的评音来 那这个是我们在实际教学上面有看到的一个现象 所以我会觉得说本来就是每一个人的学习方式或学习形态都不一样 如果好比像说原住民族的朋友们 他们一开始就是用拉丁文评音 那它同样的用ABCD去学 就是不管是华语或者台语或其他语言 也许它是比较容易的 那反过来讲我们如果一开始的母语 它本来就是这种一个字一个字翻筷字的这样子一个音节语言的话 那也许注音符号学的时候你也可以出来普通用它去学别种语言 我觉得各种进入都是好的 所以我觉得重点倒不是废除不废除 而是说去留着这样子一种可能性 然后让每个人去选择 那之前我在十二年国教课发会的时候 我也是持这样子一个见解 所以后来我们在课纲里面就特别是把说每一个区域 按照那个区域的人口跟语言比例 或者是这个学校课发会的想法 自己去决定说要先用什么样子的注音或评音系统 来介绍各种不同的语文 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比较横平的看法 所以如果你在这个区域就觉得 BOKEMOF特别是不太好用的话 那应该是要有这个弹性 但这并不是全台湾一致的废除 也许在某些地方 其实觉得说用注音符号来学台语或课语 甚至是一个好用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立场 不是代表课发会的立场 有18位朋友想要知道说 我想请问对于台湾软体的未来趋势 以及城市语言的主流走向 有怎么样子的一个见解 非常好的问题 我想台湾的软体 长期以来是为硬体以及硬体周边 以及韧体所服务的 这个是事实 我们就不用denay 所以好处是说 大家在学习软体的时候 它是很快的就可以去介入一个 它实际解决社会问题 或是它在市场上面有一个明确的深海性 但是坏处是什么呢 就是它的变更的这个速度 它是跟着那个硬体变更的速度走的 硬体变更的速度即使再快 可能都是以月为单位 那如果是一个很复杂的硬体 它可能是以年为单位 所以软体呢 它就必须要去跟着这个硬体的开发速度来走 但是呢 纯软体的变更速度 其实是以秒为单位 也就是说 我这边有一个想法 或是说我发现 我的软体有一个更新 那我一按更新 如果它是一个网站 全世界马上就这个 成取新的 比如说软体它是 其实是没有时间性的 所以一个纯软体的公司呢 它理论上 它一天就可以改变 它自己的产品 大概几百次 那按照各个不同的 使用者的这个需求 去改变它 所以在台湾这边呢 我们之前就发现到说 很多是实际 用软体的方式 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朋友们 好比像说 做一个国语字典 跟跨这些语言的字典啊 就会很容易地接收到 各种各样不同的 朋友的贡献 那好比像说 阿美语的 原住民族语言的 或者是文化总会 把这个其他的这个两岸的磁铁啊等等 都拿过来使用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在非常非常快的速度里面 做出非常多的创新 但是呢 凡是为硬体所服务的 它就比较是要按照硬体的速度来进行 那我们现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是一个我们叫做社会企业的一个工作 那社会企业的这个工作呢 简单的来讲 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做软体也好 做硬体也好 它是要做成一个连结 这个连结它是有一个社会使命 就是说我们希望把社会带到某个方向 它能够结合这个商业的力量 然后它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那举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就是也是我们距离离这个临时政府的一个专案 它叫做临时空屋观测网 那空屋是一个社会问题 我想应该没有人会反对 所以我就继续讲下去了 那但是呢 在环保署的各个不同的策站 在能够步到全台湾的各个不同的点之前 其实在台湾就已经有这个所谓公民科技 就是我不等政府来做一件事情 我就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有个口号 就是说不要问为什么没有人做这个 先承认你就是那个没有人 也就是说就是你来做 那这样子的做法里面呢 就是用PM2.5 或者其他的这种很便宜的感测器 然后每个人在自己的阳台 在学校或者是在任何地方 都可以布这种很便宜的感测器 然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去连上网记网路 然后把它所感测到的 离你站比较近 而不是离环保署的策站比较近 的这个数字去连到一个在中研院的一个资料中心里面 那这个概念叫做空气盒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台湾已经有2000个左右的策站 然后它提供非常及时的这个数字 那在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说 其实重点它并不是用什么软体 它也不是用什么硬体 软体的部分一直都可以抽换 硬体的部分也可以抽换 但重点是说 这个是大家都想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目前的空气品质到底怎么样 到底哪些是移动污染源到底哪些是固定污染源 到底哪一些是境外污染源 等等的这些东西 所有人都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因为大家都想要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它都有一些事可以做 就是在这边这个 你第一个可以按的按钮叫做自造站点募集中 就是你按了它就会说 那你这个怎么样很容易的就自己再加一个站点 也就是说 透过网记网路的这个力量 它把所有想要解决类似社会问题的人 能够加入一个好像虚拟的社团里面 每个人都只需要花一点时间或一点钱 但是到最后它可以一次的解决 大家想要知道 到底空气是怎么回事的这个社会问题 那这个我们当然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是绝对会这个大力的收割 不是支持的 支持的 对 就是说我们会去看说 这个计划它碰到什么痛点 好比像说这个PM2.5 它比较没有国产有便宜 确度有高的 我们会进行公园员去做 或者说有朋友想要做一些模式分析 那我们会提供国网中心的这个高速运算的平台 然后这个可信度更高等等 但是这些呢 我们和太太来讲都是锦上添花的工作 那重点就是说大家是自己能够玩起袖子 然后自己去改变这个社会情况 而且呢社会创新的意思就是说 只要一听到这个主力觉得不错的人 也许他就去别的地方 然后他就带着一两个站点 然后在那边 他就可以又落地神 跟又成立一家NGO 或者跟当地的社会企业合作 然后就遍布到全世界 所以我们在台湾有非常多这样子的例子 就是说我们先解决了在地的问题 但是不是靠政府 而是靠大家自己愿意去在网路上组织的公民 然后这样子组织出来的东西 又可以扩散到全世界 变成我们的这个 有一个词叫暖实力 就是送暖的这个实力 就是在类似的社会问题 在他们的网路发展 软体硬体发展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去deliver 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方式组织起来 就比较不会有软体的觉得说 我要一直改东西 为什么硬体跟不上 以及硬体的觉得说 我就是要这个保证它的品质 稳定性 为什么软体的一直扯我后退 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而说大家齐心合力 一起来解决社会问题 那我自己觉得说 这个是台湾软体跟硬体整合 不管是面对 刚刚这个例子比较像是物联网 但是还有很多别的题目 是如果它能够实际是从使用者的需要出发 软体跟硬体一起去用服务的态度 去满足这个需要 那这个东西才比较可能变成是 可以往全世界扩散的创新 我自己觉得是这样子 那至于程式语言的主流走向 程式语言的主流走向 目前基本上大概就是JavaScript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 就是说因为它 因为在资讯科学上有一个很有名的话 叫做Worse is Better 就是中文我不是把它翻成这个 列即是行 就是列就是这个少力 这个行就是大力 就是说一个东西越烂 它就会越好 那为什么呢 是因为在网路上面 好比像说你现在想要问一个问题 说我现在想选一个东西 然后有没有什么见解 大家觉得怎么样 通常没有人理你 但是呢 如果你问了同样一个问题 然后你去注册另外一个账号 在底下去PO一个错的答案 后来专家都跑出来就剩你 对 然后就会出现各种这个 这个回答真的是超级烂 它应该怎么怎么样 应该怎么怎么样 然后到最后你就好像 这个有免费的家教一样 所以这个随时保释 两个账号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就是这个抛砖语域的概念 那JavaScript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容易学 但是也非常容易犯错 然后呢 这个语言本身 几乎没有什么安全性 但是呢 它随着时间过去 有一大堆看不顺眼的人 就盘弄得越来越好 而不是说一个非常精致的 学术上面证明到 没有问题的语言 可是它学习障碍都是很高 那就是只有一小丑人能够学得会 所以基本上 我想以Worth is Better这个见解吧 JavaScript目前是 几乎是已经是一个大家共用的一个语言 任何 你写任何语言 它差不多都可以编译成JavaScript 那JavaScript也可以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去运行 那我想这个是目前的实际情况 它就是事实上的主流 这个也没有什么好可以满的 有21位朋友想要询问说 大陆的会台措施将产生强大的磁吸效应 造成台湾的人才流失 将对台湾社会造成最大影响 台湾如何创新改变 使台湾面对大陆这个强势的发展的经济体 仍然具有足够的国际竞争力 使台湾能够留住优秀的人才 非常好的问题 其实我刚才举的这些例子 还有很多这些公民科技的例子 在全亚洲包含这个 就是中国大陆地区 这个你要断词 中国大陆地区和中国大陆地区随便 就是包含中国大陆地区 跟这个亚洲的很多其他国家 都有能力做这样的东西 可是为什么只有台湾能够 直到2000多个站点 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说 这种东西它是在挑战政府的公信力 它事实上发展到一个程度 它的公信力就比政府好了 那因为政府没有办法做这么多站点 所以当然是他们的公信力比较好 那台湾的政府呢 基本上是采取一个 打不过就加入的这个策略 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 某些事情公民社会 真的做得比较好那算了 那我们就帮忙解决他们的问题吧 所以我们推了一步 就是说我们帮这些解决社会问题的人 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是呢同样的事情呢 其实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只有在台湾 有人加类似的东西 那真的就是被查水表 我不是在不是在作为比喻 他们真的被查水表 然后或者是真的是被警告 或者是说他们的组织 到50人的时候还没事 到500人的时候 忽然之间就就开始被劝详等等 那这个也不是只在中国那陆地区 在亚洲的各个国家 只要公民科技的发展 一威胁到政府的公信力 往往就会开始 有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个瓶颈会开始出现 以及线上集结的这个瓶颈开始出现 所以我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们现在 好比说在引进国外人才的专法里面 特别强调他们对台湾能够创造什么 正向的社会影响力 或者它能够让社会怎么样更好地组织起来 就是因为这是有两个理由 一个是说当你的创作能够那么好的解决 我们当地的社会问题的时候 你自然会跟这个社群产生感情 那就不是只是发给你股票 或用什么本梦笔 就可以把你挖走的 因为你就是在这个社区里面 不断的有一个贡献 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也是说 当这个东西它是需要一个完全有言论自由 组织自由的环境 才能够发展的时候 那么在别的对创意有天化板的地区 他们也不会欢迎这种提论进去 所以我会觉得说社会创新 它跟产业创新之所以是一样重要的原因 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新的技术出现的时候 比如说可以在手机上面叫车啊 就是Uber出现的时候 我们不是只把它看作产业 计程车业或租赁业的一个创新 我们也要把它看成是说 我们在社会怎么样面对这样子一个新的科技 我们怎么样去做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 纳税纳保纳管的等等的这个底线 然后让这个新的科技可以进入我们的社会 那不管是自动驾驶车啊 无人机啊什么东西 大概都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台湾的一个特色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快的可以凝聚 也可以拥抱这种新的科技 但是不是好像由上而下 所有人都非做不可 而是只有在社会上实际被这些新的科技 解决的问题的人组织起来的这样子一种网络 那这个网络是非常强的 那我也觉得这个是我们继续留着有创意的 科学跟技术工作者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利夺 那至于说如果现在在讲的是说 是在求学阶段 他只是想要到某个地方去认识老师 去有人脉去有网络 他还没有到创作一个作品解决社会问题的那个程度的话 我觉得就出去啊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啊 对我觉得这个是还好的 就是说到最后就是你还是会挑到一个 你关心的人在的地方 你解决他们的社会问题 把社会领导的往前走的这样的一个题目去 那我觉得这是我们留住优秀人才的其中一个方法 有18位朋友这个想要打招呼说您好 那就分手您好 有16位朋友 有人用声明了 这个绿德才这位朋友 想要问说 前往我认为政府体制的数位的创新的落差 影响到行政效率以及效果的情形如何 这也是非常好的问题 我在行政院的工作是叫做数位政委 就是数位政委委员 那这个是我们 就是我的工作的核心价值 那简单来讲 就是我的核心价值非常简单 就是去建立政府跟民间的互信 那刚才讲的一些公民科技的专案跟政府的关系 就是这个核心价值的一个体现嘛 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培养这个有参加公务 公共事务能力的公民社会 我们透过联署 透过各种不同的社会企业的巡回的方式等等 这个我待会会稍微介绍一下 去让公民社会更知道政府在做什么 以致让政府的朋友更知道公民社会在做什么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尽量不要造成公民的负担 我们要让他们的作业流程更轻松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要自己吸收掉风险 让他们勇于创新不怕失败 所以这是我做事情的后面的一些态度 但这个东西它实际上在做的事情 就是这些绿色的便利贴 因为太多了 所以我就只讲里面的几个 它比较说其中一个我做的方式 是用一个叫做社企巡回会议的方式 在当时我加入行政院的时候 我的这个劳固协商的劳动条件 就是我当时跟院长说 我一个礼拜呢 最多只有三天会在行政院 那通常只有两天嘛 就是礼拜一跟礼拜四 那因为礼拜一要开政务会 礼拜四要开院会 这两天不能敲掉 除此之外呢 我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工作 那当时媒体朋友们听到 在任何地方工作 都想成在家工作 但是事实上不是 就是说 就好像说 大家想到我辍学 就觉得我是在家做 那么不是 我是去大学房厅啊 对 所以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我可以远去工作的意思 就是说 我可以在台湾任何角落工作 那这个对我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们在台湾的不同区域 会面临不同的社会问题 我们如果一直待在 台北市的话 就会觉得空屋还好吗 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样子好像是不太对 那所以台湾的不同的区域 它面临的社会问题 造成的社会组织的方法 产生的社会创新 都是截然不同的 所以我们才用 之前是每双周的周二 那接下来 有一段时间是每周的周二 反正每一两周的周二 我就会固定到行政员在中部 在云家 在南部 在华东的四个联合服务中心 那像我今天早上才在嘉义 那就是在这个地址 那我在那边做什么呢 我在那边去跟所有在当地 想要解决社会问题 想要做社会创新的朋友们 做一个圆桌的座坛 那这个座坛呢 不是那种宫廷会 不是NOTO大会 这种座坛呢 它比较像立法院的质询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好比像说在嘉义的这个现场 但是那个萤幕的比端呢 那基本上呢 就是在台北的空总的社会创新实验室 那在这边呢 其实呢 我们就有大概十一个不同的部会 大概二十位不同的高阶文官 所有跟社会创新有关的各部会的朋友 从外交部到工程会 到卫福部 这个劳动部 所有人 我们就直接邀在台北 所以他们不用跟我一起换台 但是呢 他们必须要出现在空总 那我们就透过这种视讯会系统 当地的朋友们只要一问说 我们现在要帮忙这边的新住民的妇女创业 那政府有什么资源 那以前承判人可能只会回答他 他那个科的资源 但是现在呢 因为所有的各部会的高阶文官都在 所以他们就不但可以回答具体的资源 而且还可以说 我们现在的政策方向是这样子 那这个对于在当地的朋友 是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也就是说 他就不会再受到部会之间的那种 本位主义骨仓效应等等的这些影响 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 每个部会在听到了这个之后呢 他就知道说 以后碰到这件事情就问他 所以我们就形成一个虚拟的这个联络网络 那在这个联络网络里面呢 我们这样子已经行之至少半年了 那所以其实慢慢就已经形成一个说 大家一起来集合形成社会企业的发展方向 那在台北空总这边呢 除了礼拜二也是所有各部分的朋友去之外 每个礼拜三 我也是直接就在那边 而且是从早上十点 待到晚上十点 所以任何人呢 只要有创新创业的社会创新相关的问题 就直接来找我 那找我呢 我就跟他谈 就是当mentor 这是我的office hour 那这个过程全部都是逐字记录在网路上 大家要搜寻引擎或用其他东西 都可以非常容易找到 所以也就是说我想 这里的重点是说公务员并不是不愿意创新 他只是以前他创新 如果有好处的话 都是被政务官收得走 他如果创新这个有坏处 就是出了一些疲漏的话呢 他会被肉搜出来 或者会被阵风单位 或被这个神纪单位找麻烦 所以呢到最后呢 专业的事务官就不愿意创新 因为就只有坏处 没有好处 那但是现在这种彻底的透明 然后呢是由政务官带着到处跑 的这样子的方式是逆转过来的 因为如果事情做对了 做好了 那我就会在逐字稿里面 对新闻稿里面 在任何地方去称赞 好比像说我们在DG Plus 这个方案里面 我们这个具体的去跟说 暴行软体很难用的 这位朋友去进行讨论 那所以呢这个讨论里面呢 我们就 特别像说有位朋友他提说 暴行软体难用到爆炸 然后呢我们就去跟这些联署人 去进行讨论 然后就把暴行软体在Mac 在Linux上 在今年的5月 会变成非常的好用 那像这个过程里面 所有出过好主意的人 都一个一个被寄在便利帖上 然后呢也会我们开记者会啊 我们会说财政部的这个 杨金亨这个 开放政府联网做的多好等等 也就是说专业的事务官 会得到应有的credit 但是因为这是新的一种 政策形成的方式 所以在中间发生的任何问题 任何大家的疑虑什么东西 一定是唐风的错就是我吸收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发现说 其实事务官就变得非常容易创新 所以再终整一下 就是说我们要增加行政效率 我们必须要听第一线的 专业的事务官的意见 但是这些意见呢 很多时候当他长官在的时候 他不会敢讲出来 所以我们就用slido 这种匿名的方式 他讲出来 讲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实际去试验 试验的时候呢 如果有好的成果 那我们就credit他 如果烂掉的话呢 都是唐风的错 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一直去 改变行政的伦理 然后一直去把这个 让行政效率能够提高的方式 像刚提到的视讯啊 即时记录啊等等这些东西 带入恐怖门的文化里面 这是母亲的动作 有一位博问说 有见于这一阵子的 六规高中的这个世界啊 我认为台湾唯有读书高的观念 是否还依旧巩固 这样子的观念 又如何去基本的这个去突破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因为不知为不知嘛 所以我们就 是一个学测的这个事件 没有人四十几分 还有人出面道歉说 上年号是我没交好 下一号 OK好 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说 从我的角度来看 所有的 不管是一般的大学 或者是社区大学 或者是实验大学 现在实验大学合法了 其实各种不同的这种学习形态 对我来讲都是资源 它是应该是回应 学习者的需求 那当然原因是因为 我的个人背景嘛 就是我从十四岁开始 我就觉得学校 是我爱去才去的地方 然后我去的时候 就是去用 我想要用的部分 然后我如果跟 某个教授交情很好的话 那我就是 只去参加他的专案 那我也不会去听他的课 因为他说不定 他教课教的不怎么好 那反过来讲 如果他教会教的话 我去上他的课 但我对他专案没有兴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对我来讲 就是教授也好 或者是其他老师也好 他都跟我是完全平等的 那我们就像交朋友一样 如果你跟他 就是特别适合这个 一起打篮球 那你不会勉强他去看电影 他就不喜欢看电影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 这是以学习者为导向 那学习者跟学校的资源 是比较平等的 那但是呢 我也理解到说 传统上我们所谓 技能导向的教育 是不是这样子想的 技能导向的教育是说 我们先要找到你这个人 很适合技能 然后我们要把你分流 然后分流之后呢 可能就是三四种不同的选择吧 在分流之后 然后呢 每个东西都可以用量化的分数来衡量 所以你就有第一名嘛 然后就有第二名嘛 然后第二名 然后第二名就会觉得 心里不是很舒服嘛 然后第一名就会觉得有 有什么紧张啊 或什么 我讲的都是好像不甘自己的事 因为我都没有过这种经验 好 但是就是说你把一个人 就是人跟人之间排在这种单一的维度 好像相同的跑道 然后分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这样 那其实他的问题就是说 确实就是读书或者考试 很容易就能够算出这些量化的东西 但是他其实对我们刚刚讲的 跨领域的合作 软体跟硬体的合作 跟使用者跟人有关的 以及跟机器有关的人的合作 一起解决社会问题等等的这些东西 其实是没有帮助 事实上是负面的 因为他就是让人的时间越来越难彼此合作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说 不但我们现在所谓的一声一刻表的这个口号 就是说每个人自己去找 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然后让学校去提供 我事实上觉得在未来是 可能一声一领域 一声一学门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 他想要在社会上面解决什么问题 想要这个人生有什么使命 他是绕着这个去 让这个学术 或者是让不同的社群的input 变成他的这个资源 那这个要怎么突破 我觉得这个就很简单 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 就是说 只要大家对于大学 或者是对于就是社群国教的想像 是一个你随时可以进去 随时可以出来的东西就好了 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相对容易的事情 在以前我们因为学会授予法 或者是因为国民教育等等 有一些法律的限制 让他觉得说 进来只能一个学习 学习就是要带四一年 或者要带七年 然后出去之后 你就毕业了就所谓主持会了 然后有一个现行的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如果把它改成是说 你随时可以进去 随时可以出来 不但是终身教育 甚至是在中间你可以好像要学系进来 等学院出去等等的这些方式 然后更有弹性之后 大家就会发现说 最重要的技能是 你怎么样跟自己不像的朋友合作 而不是说对跟自己很像的人 去比个高下 比个输赢 那这个部分我理解说 教育部已经把该做的法制作业 就差不多都做完了 所以我们希望立法院可以支持 那立法院如果支持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再去 再加上心中植入这些概念 就会变得比较容易 有一位朋友说 请问对于台湾二十年不调长的低薪问题 人才持续流失 有何想法与解决之道 我想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若是看明目的薪资的话 那当然在某一些产业确实是 我们现在才回来回到十几年前的水准 确实是这样 那但是如果是看 比方说工作条件 工作环境 休假 健保 劳保等等的这些 失职的这个福利加上去的话 其实这个部分是一直在提高的 那但是呢 我想这个重点还是大家的感受 就是说觉得说 我们看到的就是每个月的这个薪水 并没有比我们上一代的这个部分多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解决方式 其实有两个嘛 一个是说 你就等说你在的那个行业 那个行业它跟它挂钩的旁边的大的经济体 它的平均性质增加 这边就会自然增加 这个会自然发生 好 那不然的话呢 就是说试着去加入或者去创造一个 现在还没有的行业 或者还没有的领域 那这个并不是说创业的意思 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开一家公司 而说去试着找到说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跟你不熟悉的别人在做的事情 中间能不能够产生什么综合效果 我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大家应该有听过一家社会企业 叫做写汉儿 写汉儿是做就是可能智能发展 比较迟患的一些朋友们 然后试着去找出一些他们也能够做的工作 然后让他们融入社会 这些是台湾最早的几家社会企业 那但是呢 写汉儿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非常会做异业结合 所以呢写汉儿最近就是跟 这家叫点点善的设计公司 他是做视觉设计 以及互动设计的公司去做结合 那这家公司做的事情呢 就是他去请写汉儿去画 他们眼中看到的世界 像就是一个犀牛队长 还有很多这个很有童趣的这些作品 但是因为他们事实上身体上是成人 所以他们卧币啊什么 这个是可以画出像这样子的画作 但是呢又非常有童趣 所以看到之后呢 会让他留下深刻的影响 也说他在某些情况下也许不是弱势 也许是有优势的 但是这个情况下 他们就有一些这种视觉的一些制裁 也有一些这个知名度 然后这个时候呢 他们再去试着翻转更多的弱势 像这个是解脉者嘛 大家应该有看过解脉者 就是在街上可能卖口香糖 或者卖卫生纸的一些朋友 那他们就发现说 接卖者呢 这个资讯上面不是很平等 因为大家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说 说不定 我不确定他business model是什么 可能有一些不向业者啊等等 那他形象不清明 他的互动非常有限 他只会说 现在小姐行行好啊等等 有的时候是这样 那或者是他商品 其实比起便利商店卖的 也没有便宜到哪里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他们是把这个翻转 变成是说 那我们想一些机会 就是说我们可以去跟做生活照顾 智能训练 这是完全不同的行业去结合 或者是说 我们去跟专门做辅具的 把他的那个轮椅 变成一个很厉害的电动车 然后上面还有这个 LCD荧幕 然后这个荧幕还可以 就是播广告之外 还可以变成遮雨棚 然后我们再接下来去找 公平贸易程式 去找一些公平贸易的产品 或去找一些当地的特色 观光旅游等等 然后忽然之间 他们就可以去做一个群目 那这个群目就是 让这些意义都可以结合起来 一起去把接卖者变成 这个你没有网路 他给你WiFi 你的手机没电 他帮你充电 充杯咖啡给你喝 然后或者下雨 还有爱心雨伞等等 那在台湾 愿意用这样子的服务室 透过群目去表达支持的朋友 是相当多的 那他一下群目就超标了 但是回过头来 这有点像石头汤 就是说 他们自己真正提供什么服务呢 他们没有提供什么服务 他们做的是我们叫Service Design 就是服务设计 就是不是说我卖一个产品 我怕产品设计得好好的 而是我倒过来想说 他可以提供什么 我们不能提供的服务 他有一辆车 对不对 那我们在这上面把服务去把它设计出来 然后再去把所有能够 让这个服务发生的不同的行业 把它结合起来 那这个时候 透过服务设计的概念 就可以去翻转大家对于弱势 或者是对于一些 大家以前不太了解的朋友的一些看法 那这个时候所有被他碰到的人 包含这些减买者的薪水都提高了 因为这个东西 他让这个服务加持到了一个 大家觉得更方便 更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level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你是待在单一的特定的 已经在生态位里面有一个很明确的地方 那也没有关系 随着时间这个薪水就会慢慢涨高了 但是如果要去有这种突破式的进展的话 基本上几乎一定是要做这种跨域的 跨年龄层的跨地区的跨专场的这样子的结合 有30位的朋友想要知道 台湾好像在希望在各级学校推动 城市设计的必修 很担心僵化的城市教育 左括号全班打同一套城市码 也不确定学生是否理解城市码的情况 右括号也认为应该如何在各级学校 交城市设计 其实从我们十二年龄层课的角度来看 重点是运算思维 然后就是说我们要 就像刚刚讲的就是城市它是一条路 那这条路可以通往各个地方 如果你是学商的 它可以帮你去做很多自动化的统计的工作 分析的工作 如果你是学刚刚讲的视觉设计的 那城市也可以帮你自动化很多以前要绘图板 画到手段掉的这个东西 然后你学任何东西基本上 其实都可以帮你省一些力气 帮你创造出一些新的空间来 所以要运用城市来节省力气 来让人跟人之间合作变得可能 才是我们所谓的自通讯素养 以及媒体素养的那一个部分 就是三面九项里面的其中一个素养 最重要要强调的事情 那城市设计的那几小时 只是让大家有一个机会来练习 说我要解决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的设计课堂的时候 我有用过一个比喻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城市语言 就有一点像是在看法律的文字 法律的文字它也是一个非常需要精确的文字 你多打一个字 少打一个字 少一个分号就差很多 那但是呢 我们并不是要所有人都变成法规会的主委 也不是要他都变立法委员 就是说或专业的律师或法官或大法官 那些是社会上非常非常少一群人 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国民教育里面去教公民 去教法律 就是因为法律影响所有人 所以如果你不教这个的话 就会变成一小撮懂法律的人 去载制整个不懂法律 也不知道自己的基本权利 这当然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 也是别的国家愿意看到的 但是不是我们国家愿意看到的 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我们才要有这样子一个很缓的阶梯 就是每个人大概都知道法律是怎么运作的 然后法律这个有什么救济的方式 什么是基本人权等等 然后有往上一点点 也许有一些法律的资讯的服务 再往上一点也许有些paralegal 再往上一点才是正规的律师等等等等 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每个人都有一个自信心 就是说法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我只要想多知道一点 我就知道该问谁 就能够多知道一点 那所以同样道理 程式语言它并不是要所有人都变成系统工程师 或者是设计师 而是说它在生活上面跟我们有关的部分 我不要觉得它是一个黑盒子 是一个很神秘 只有对专业的那一些人才知道的东西 而是为了基本概念 我也知道该怎么去问 那这个有一个专业的术语就是除媚 就是Altimate Certification 或Dist Enchantment 就是说不要把它看成是怪力乱神 而是说这是一个人发明出来的东西 是人写出来的东西 人写出来的东西就跟文章一样 你慢慢看总是看得懂 而且你知道该去找谁 那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各级交情室设计 包含大学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那当然确实因为我们目前新的课程才刚要开始 而大学这边也要百分之多少的大学交情室设计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一段转线期 就是从美高一高二高三至少会有两年的时间 会有没有收过神领国教的高中的朋友们来这边 然后又要再学一个神设计 确实会有这样子一段时间 那我的具体建议说在这段时间还是让大家找到生活上面需要解决的问题 然后有动机的情况下去完成它在生活上面就是想要解决的那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就是说像我过之前有几个朋友去run一个叫做RailSports的一个conference 但是这个conference它不是一般的会议 而是说它是透过反应需求的方式 大家带问题来 然后呢大家一起来解决 那它是教女生一些程式是比较多 那其中就有一个人带了一个问题来是说 他才刚刚就是小孩还没有多大 看得懂字了但是没有没有多大 然后呢他有分离焦虑 那所以说他每次在下课的时候 这个都会很紧张 然后就像小孩这个可能会哭啊 会想妈妈之类 所以他就用一个很简单的程式嘛 去写一个很简单的这个LED的版 那这个LED版它只显示这个几个数字 这个数字就是妈妈离家里还有多少步 然后呢小孩就是看那个数字一步一步一步在倒扣 因为他有带一个那个运动手环 所以就用手环知道他在哪里嘛 他有一个寄步器 然后呢所以他小孩就很乖 他回家的时候小孩就不会苦 因为他知道妈妈在哪里这样 那所以这个东西非常好写 其实 但有非常多RAID的SDK 但是因为它是解决一个很明确 生活上的问题 所以所有人进来帮他的时候 也许不是大家都有相同的问题 大家就会因为这个GUM而结合在一起 那所以我觉得这样子就是 现在最流行的关键词嘛 潮词就是PPL嘛 但是这个PPL的P啦 如果是真正的生活上的问题的话 我觉得真的有组织大家的这个工作啦 如果这个Problem是大家 这个随便乱想 但事实上跟生活和跟社会有关 那就比较没有把大家组织起来的能力 我觉得这是大家教程式设计的时候 可以多少放在心上的一件事情 如果朋友问说 国家的能源的大数据 是否能够公开Open Data 刚好可以 而且是我们Open Data里面最 最没有个资问题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大家到一个网站 叫做Energy Whitepaper 就可以看到我们全部的能源的数据 而且这个数据的特点 它不是只有 就是它的预备会议的 这种事实上面的数据 包括我们的能源配比 我们未来的各种可能的能源的架构 或者是如果你按资讯公开的话 之前到底开过几场会 然后做过哪些资料 或者是我们的能源治理 节约能源 再生能源 分别有哪些计划 或者是所有的这些数据 不是只有数据而已 而且它 我觉得另外一个重点是 你可以知道这是怎么来的 这是我们叫做政策余地的 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他们随着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去开了各个不同的会议 他们会去整理说 在每一个地方 大家提过什么样子的建议 或者一些想法 那这些想法呢 它是透过怎么样子的流向 流到我们的各个不同的工作小组里面 然后怎么样去形成我们的能源方案 所以说在这个概念里面 重点就不只是实际上的 现在的能源配比 未来可能的不同的scenario 然后我们节电方案等等 这些就是数据的部分 也包含文字的资料的 这个决策略成的部分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因为不然的话 大家就会觉得说 OK 现在的状况也许还可以接受 但是呢 到底是怎么来的 那在台湾之前很多 关于能源的争议 就是因为大家对怎么来的 有非常不同的解读 那所以我想我们JR Open Data的重点 不只是数据的资料 也包含决策过程的历史资料 文字资料 会议记录资料等等这些部分 我们都会用同样的结构化 资料方法去公开 所以大家参与的 就不只是能源的现况 而是能源的未来 那这一部分就欢迎参考 能源转型来评书里面的 各种不同的section 因为今天时间关系 没办法一页一页去demo 有一位昆山航空系的 这位零龙副这位朋友 想要问说 台湾的水资源缺乏 是一个降雨量丰富的缺水国 但是水价低 无法反映成本 而且结水不易 有没有什么创意的解决方法 好 那 没有 这是我第一次碰到这个题目 但是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题目 就是说 确实我们现在常常都碰到说 我们要提前储水啊 然后可能就是工业用水 农业用水 它的prediction 就是它的预测 没有办法做到非常的fine green 就是非常的细 所以说我们就是需要用一些比较 留一些比较多 或一些宏观调控 或什么之类的 那一方面就是说 我们现在有一个叫做 民生公共物联网的这样一个计划 这个计划它的目的就是要把实际的水环境 每个地方的 不管是水位水量水质 所有这些用自动感测器 能够侦测出来的东西 通通都集合到国防中心 然后不但是你能够下载的开放资料 而且也能够让你就是上载你要的分析的模型 然后就可以去进行运算 那所以这个其实就有点像智慧电表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政府目前做的就是把即时的资讯 能够用非常便宜或不用钱的方式 让所有感兴趣研究的朋友们来公开 那如果大家看了这些数据之后 忽然想到什么非常好的主意的话 那这个主意就不需要说服 花非常大力气去说服利害关系人 你可以说这个就是一翻两瞪眼的实际的开放资料 大家都可以验算 那显然用这样的方法就可以解决 所以我们目前在做的是这个资料的底盘 但是因为我不是学上面的这个部分的 所以我现在并没有什么非常好的主意 但是我会让大家有想到好主意的时候 能够很容易进入决策的流程 而且很容易说服其他相关 或不相关的利益关系人 大概是这样 有位朋友问说 对于台湾在软硬体资源渐弱 国际生存工件趋小的现况下 政府对于创新的策略与做法 是否有具体的样貌与做法呢 首先这个前提就不是我的感觉 所以我很难顺着这个假设性来回答 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像Google买了HTC做手机的那些人之后 他并不是只是把台湾当作工厂 相反的他们想要透过台湾这边硬体的 这个团队的文化去改变Google 我之前常常软体因为可以改很快箱很多 但是就想出一对违反物理定律 或者至少在接下来三年之内是违反物理定律的东西 所以到这个就做不出来 他们坐自家车就一直碰到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他们会希望说 不是说软体文化来殖民这个硬体团队 而是也让硬体的这个文化回去 因为我现在是Google在亚洲最大的硬体中心 说不定是全世界最大的硬体中心 那能够去回去让他们能够更接地气一点 那又或者是说像微软在这边 因为目前虽然好像只有增100个左右的AI工程师 但是接下来会扩增到两三百个之外 而且还会有一些比较算是普及教育 或者STM等等的这些计划 那同样的这个也不是说把我们只是当作 能够每年卖很多office 收很多钱的地方 而是说能够变成他们很核心的 AI research的这样子一个开发的一个产地 那不管是Amazon Facebook 还是其他人 大概都还有Apple的那个非常秘密的研发基地 都在台湾嘛 那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并不是说台湾的软硬体的资源渐渐的弱 相反的 我觉得我们有越来越多 在价值链上游的问题可以解决 也有越来越多 参加这样子国际团队的朋友们 能够进一步的透过这样子的经验 引入国外的网络 然后来解决我们在地的社会问题 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我觉得我们国际生存空间是越来越大 事实上 而且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联合国目前在推的东西 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 就是永续发展目标 那这个东西它事实上是 联合国花了非常多的时间 然后去把社会环境以及经济 接下来世界在未来的几年 各国要国内法化或者国内政策化 要做的事情大概就列成这么16个 那最后17个就是要 跨部门跨领域跨国的这个合作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在我们以前会觉得 这是好像拔河一样 就是说你如果要做良好工作及经济成长 那你说不定就会导致这个其他的部分 包含生态或者是这个贫穷的状况会变差 但是SDG的特色 就是说这些是共好 就是他们接受的解决方案是 你要让其中某一个变化 但是你不能牺牲任何其他别的 那这个是SDG的目前的基本的思考方法 那刚好台湾在这几个sector都很强 而且都有很多可以贡献的地方 所以目前我们实质的很多的外交工作 就是绕着这个SDG 然后去说台湾可以提供什么帮助 台湾可以提供什么支援等等 而且在这个部分就像刚才介绍的 我的朋友有说老师有说的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我们去分享的时候 如果有某一个政权抗议的话 他们看起来是非常难看的 因为我们只是在解决人类共同的问题 并不在做什么政治操作 所以我们目前是已经达成了某一种默契了 所以我觉得国际空间并没有因为SDG的这个方向转变而变效 事实上是变大很多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的暖时令 这样子一个具体的一个体现 所以我觉得这个 要么分组法简单来讲就是说 我们专注在我们能够做社会创新上 我们专注在把这个社会创新推荐给全世界 然后引入这个该有的社会创新进来 所以我就花个40秒大一个广告 我们在5月5号跟6号在台中文创园区 会办一个叫做2018亚太社会企业高峰会 那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把台湾在营法 在食能在环保在弱势就业上面做的最好的一些朋友 以前可能只有中文资料的全部用口译或者 比议的方式 让这个英文资料变得非常的齐全 然后能够结合全亚洲的影响力投资的网络 那我们基本上把全亚洲在做影响力投资的人 统统都约过来了 那所以在一次 一方面是说台湾有非常多题目可以输出 那二方面是说我们也去学大家目前的这个best practice 而且我还拍了短片 但是anyway 那为什么要在这边特别讲 是因为一般的这种国际研讨会是很贵的 但是如果你3月20号之前报名的话 只要990就是打了三三折 所以在这个之后就会变三倍的价钱 所以这个是请大家搜寻明日亚洲 以上是业配的部分 业配完毕 我们接下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 只将上涨是全球的现象 为什么台湾对卫生值的反应这么大 非常好的问题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台湾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 在别的地方没有 所以任何事情在台湾就很容易变成是 大家就是觉得全社会的注意力都在这边 然后大家因为这样当然也了解到更多 我觉得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件事 就是这是让大家对这件事情 更了解的一个社会自我学习的一个机制吧 那但是当然就是说从行政院 或者是从我们这些做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 在这里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能有玻璃心 就是不然的话就一下就碎掉了 我们都要有那种强化玻璃的这个能力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觉得大家对于实际上面 就是全世界的状况对于大韩中韩 对于到底怎么囤货 所有的这些东西 该有的社会媒体或调查报导 或者所有的东西其实都不缺 所以如果大家对这件事情 本来完全不懂的话 因为这件事情大家都更懂了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言论自由的地方 应该要有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大家觉得是乱象的话 那很可能是因为 只是因为你小时候 还没有这样子而已 那但是如果过了30年 这就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 有一位夜宿其中的朋友问说 大专院校的教育体系 都以自己新厂的课程为主 比较好接触到跨别其他的领域 或者其他系列的人合作 沟通以及分工合作的经验 对于出社会之后的工作环境 会不会是很大的致命伤 对确实啊 就是说刚刚我们十二年国教的 新克刚的口号 自发互动共好 自发它当然是 你只要不要去摧毁小孩的自发 小孩一生下来就是自发的 这个部分不用担心 然后台湾呢 确实也是很愿意就是 帮助别人 然后达到共好的 这个文化我觉得我们也有 但是中间这个沟通互动 尤其是跟自己很不像的人互动 尤其是问一些 感觉上就是蠢问题的问题 可是这个文化 在这边真的是比较弱 这是真的 那所以我们也会觉得说 我们在设计学习方案 或者在学校层次的课法会的时候 最需要engage的 就是跟学校越不像的团体越好 不管是透过高中的特色课程 或者是所谓的校定必修 去engage 你们就是这个community里面 跟到底台湾其他角度有哪里不一样 有些学校要教哲学 有些学校要教电竞 哲学跟电竞中间 我相信有非常大的一个光谱 那又或者是说 在组课的时候 怎么样子去把 刚刚讲到的这些素养 包含子通训啊 或者是批判思考 或者什么东西 去融入到 学生的学习过程里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 大家只要抛弃掉 有标准答案 或者是说 你怎么样子做才是最好的 的这个想法 基本上大概就可以涉及出 这样子的教案来 但是如果还一直觉得说 我就是要一次把它做对 或者做好 或怎么样 那基本上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因为所谓创新的意思 就是说 当你把不同的东西凑在一起 你要看它会发生什么事 它是没有办法预期的 那因为没有办法预期 所以当然更没有 什么几分 一百分好或不好 的这件事情 它只有你快速的做实验 做了实验之后 如果觉得 大家有什么可以改的地方 让大家能够 马上的feedback 马上的去修正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制 这个process 才是大家一起学习的部分 而不是说在这个process 里面 我们说 我们要特别排一个合作课程 一个共识营 一个黑客松 或一个什么东西 那些当然都很重要 但是重点是说 这个后面是说 我们每做一次 就可以快速修正一次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这样子 才比较容易去跨领域 或者是跨系别去合作 所以我想就是说 以后所谓的 把学院实体化 或者是跨系 变成是学位授予的常态 反而单一科系是很奇怪的 这样子一种文化 慢慢形成的时候 我觉得会有 越来越多的机会 让跨系能够去整合 甚至跨院能够去整合 但是就是需要经过 这一段转型时间的各位 我觉得也可以不妨偷跑 就是试着去找一些 就是能够去跨 不要太多 就旁边那个系统可以有的 的一些题目来做 好 有位博想问说 来自南部学生的烦恼吗 您认为南部与北部的资源 资讯落差是否有解 例如北部学家 和南部学生平前 能够更容易更便宜的 其他不少夜食 或者讲座工作方的资源吗 这个呢 在台湾 我们在做数位建设的时候 有一个就是前瞻 基础建设里面的 数位的部分的时候 有一个口号 就是网路取代马路 但是大家都知道 网路不能真的取代马路 但是特别是在学习这件事情上 网路对马路的替代率 是还算高的 还算高的 我们以前他比较说 看YouTube学东西 或者科汉学员 或者是所谓翻转教学等等 学的都还是比较是学科的 可能数学一些物理或者一些程式 这种本来就是一个白半就可以教的东西 但是随着这个所谓的找PBL多能教室 或者甚至ARVR的科技 只要你的频繁够 怎么样修一辆摩托车 你也都可以用网路来学 你只要有够好的AR的这个环境 就可以做到 我记得我刚入阁的时候 我还在教一门课 它好像是高雄的一个艺术大学 跟杭州的那个艺术大学 我同时在教这两班学生 然后当然我是在台北教 然后教的时候呢 就是我让两边都戴ARVR的眼镜 所以像在这边有很多座位是空的 但是你一戴上去 那个座位上面 就忽然之间 就出现另外一个学校的学生 所以就是我让这两个学校 把各自的教室建模 然后把这两个建模 或是缝合在一起 然后在VR里面去看到 彼此的人像 各自的Avatar 然后我在里面 就是教大家怎么样去开会 怎么样子 去凝聚共识 等等这样一个工作 所以我入阁之前 本来在做这个 好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 那大家可以看到说 我这个巡回社企的座谈 然后跟台北 做这样及时的视讯连续 这个就是所谓双视教学 那因为在那边有一个 分场的主持人 然后等等 所以说我把很多这种 网路取代马路的教学概念 带进我们行政院的 日常生活里面 然后尽量用低成本的方式去完成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都是一个共同学习 就是共创 co-creation的这样一个关系 那无形之中也慢慢陪立了 当地的各个不同的分场主持人 让他们自己也能够学到 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连到 甚至全世界的这样子一个资源 所以我觉得 就是说资源落差是真的 然后行政院目前的主轴 确实也是重新均衡 就是南北均衡 不管财政收资划分 或者是区域划分等等 都我们都在做 就是不要像以前那样子 执重装备的这个情况 这个是我们在做的 但是在马路的部分均等之前 那个真的要花几年了 我们先让我们网路的这个数位集会 先能够先试试看 把能够做到的尽可能的均等做到 我觉得这个也还是很重要的 那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我自己在的社群 就是看源软体社群 就是透过各种在中部 JSF他们 或者是Mobcom在高雄 或者在各个不同的这种社群 尽可能先让人跟人之间见过面 吃过好吃的东西 建立感情之后 然后所有其他东西都尽可能 透过视讯 或者是透过线上的这种工作来做 那我觉得这个还是能够维持 长期的人际关系的 大家可能在此之前 都是比较觉得说 线上归线上 线下对线下 但是如果现在各位是二十几岁的话 其实没有这个问题 但是香港线下早就已经是合而为一的 反而是我们这些人要 重新去适应 有一位黄瑞资金这位朋友问说 请问您认为台湾的创新教育 应该着重的重点为何 台湾的教育跟德国教育的最大差异是怎么样 会这样子问 当然是可能是知道说我十一岁的时候 就是1992年的时候 我是在德国接受教育 当然后来我也有回去德国 也有去看完我的小学老师等等 所以我有一个最基本的一个不同的想法 就是说 在德国其实大家都觉得 技职教育是比较好的 比较稳定的 比较简单的 是那种对书本 对学问有那种很奇怪的执着的人 才去念给大学 大部分的人都是觉得说 我很快的对社会能够有所贡献 我能够跟到好的老师 然后我能够在这个学徒的这个过程里面 去发展我自己的全人的发展 然后呢 在这个过程里面交到一些好朋友 然后我如果哪一天需要管理学 我就去学管理学 我如果需要我这一部分的材料科学 我就去学材料科学 也就是说他是先去看说 你跟社会建议怎么样的关系 所以我们这边所谓的出社会 然后在需要学术的资源的时候 再引入学术资源 那少数那些就是 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抽象的东西的人 那个反而是少数 而且他的社会体位并没有先住的比 等他讲其实也比较高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平衡的一个状态 那这个实际上也是德国一直都很自豪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们的这样子一种社会文化 那台湾这边当然 各位可能比我更了解 应该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一下子一秒钟转型到那样子 当然是不太可能 但是我觉得多一些人出来说 我觉得学校就是资源 我觉得学术是需要的时候才来学 然后我好像也过得还不错 那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还是对这个文化是有帮助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所谓的既旨教育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 怎么样更结合他未来想要做 或能做的事情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就是一方面发展社会企业 就是又是商业 但是他又能够去解决社会问题 让大家做的时候是有被肯定的感觉 然后觉得爸妈妈 也奶奶都会觉得说你做这个怎么不错 有解决到社会问题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它的阶段不是说你一定要先累积学术成就 而是说你先想说你到底来这个世界上要做什么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差异 那所以这个创新其实还是要回到每一个学习者本身 以及每一个学习者怎么样去找到他想解决问题 也想解决类似问题的学习症 我们还有20分钟 但是还有35个问题 所以接下来我就没有办法一一念出来了 好 OK 这个题目我觉得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从1990年左右就非常明显 就只有一个趋势就是网机网路 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潮词 都是网机网路的社群在不断更新自己 不断改变自己的过程里面出现的东西 你的储存的成本降低了 就有大数据或者云端云算 你的计算成本降低了 就有机器学习的人工智慧 你的什么的成本降低了 他就多一些什么东西 但是在后面驱动这个的引擎 就是任何人创新的时候 都不用问过任何人的这个协定 的这个约定 这个约定就是网机网路 网机网路里面有网机这个字 就是说任何两个端点中间 要适用这种新的创新的东西的时候 中间的节点不能够去干涉它们 是所谓end to end 的自封 所以对我来讲 其实我并没有很去follow 每个月最吵的那个词是什么 那我这边关注的都说 网机网路这个社群 目前碰到什么问题 他如果碰到 没有办法做解决分散式新人的问题 那就会有一个叫 冲动冲了出来去发明区块链等等 就是说网机网路社群想要解什么 那世界上某一个地方 总能冒出一个人 也许是匿名的解那个问题 但是因为网机网路 创新的时候 你不用得到别人的许可 所以很快就会吸引全世界 所以从我的角度来看 其实只有一个趋势 就是网机网路 但是这是一家之业 你也不一定要相信 好 OK 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 对于叶怡大小欧所提出的废出 主语曲 改学罗马拼音的这个证件 有没有什么见解 这个我刚刚有回答过了 就是说我觉得一切都是学习者的偏好 如果这个地区或者这一班 或者是这一个学习者的偏好 是用来临字母来学拼音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好 反过来讲 如果他的偏好是用主音符号来学 不是华语的别的语言 我也觉得没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还是回到学习者的选择上面 另外一边有问说 您是否同意论院成家 应该修改名法 或者另立专法 我的看法是 我的看法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们要结婚 所以我用不到 但是我当然理解到说 社会上有一些朋友们对婚姻是很在乎的 不管是对于台湾离婚率很高 所以觉得婚姻应该要更生生 要守护这种家庭的价值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我妈妈也都是虔诚的天出教徒 一天到晚都在说 这个为什么大家都爱离婚 这个真的很重 但是另外方面也有朋友是觉得说 每个人生下来 他是应该有类似的权利 在基本权利上面是多容剥夺的 那我自己的看法就是说 这两群人在义婚姻的程度 都是我的大概一百倍吧 所以这两群人是比较像的 然后跟我是比较不像的 所以我当然是觉得说 到最后应该是可以找出某一种 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一个方法 很多时候只是用词上面 大家对于某些词有一些 hang up 就是有一些定义上面的一些想要说 这个词就一定要叫这个 那你如果是别人 就一定要用别的词 那这个跟专法跟民法有关系比较小 跟大家哪些词 用哪些方法能够接受的关系比较大 所以这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我们对于婚姻的看法 因为我对婚姻看法就是 一系列的权利跟一系列的义务 权利蛮少的 义务非常多 那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 那但是就是有些人要前送回 我们有没有什么意见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随着就是大家对于婚姻的这个 这个逐条讨论 大家就慢慢了解 原来婚姻是这个 是这个 那他的这些义务 某些也许我们可以检讨 等等等等 那我觉得这个对大家对社会契约的了解 是有帮助的 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就很想对卫生纸的回答 就是说我了解他 很多社会经历跟成本在这上面 但是大家都因此多学到一些东西 而且到最后他都更比较能够救世论实 大概是这样 有位朋友说 在台湾教育资源的学生 教育在教育的私立学校 所以教充足的学生 教能身上资源更丰富的国立学校 我觉得这样子的问题的根源是什么 基本上 这个就牵涉到整体教育政策 就是大学的数量 然后以及教育部 对于教育部所属的各个大学 以及非教育部所属的大学 等等的这种管理的办法 那我必须很诚实的说 我虽然是12年国教科班会的成员 但是我研究领域仅限于12年国教 我对于大学完全没有研究 所以当然就是这个朋友的回答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学的政策是怎么样演变到今天的 而且我也在内阁里面不触管这个部分 而且我也从来没有领过大学 所以这部分我没有办法回答 但是但是我了解到这是他很关心的问题 就是到底台湾的 接下来随着少子女化 我们是要更多的国际的连接呢 还是大学跟社区的生根要更长呢 还是大学要往重生学际发展呢 还是要这个学院实体化呢 说不定全部都要做啊 但是这个部分真的就不是我的domain 所以我没有办法有什么很多的贡献 懂我意思 会生质的价格上怎么样 在未来会不会影响到木材 连带的产品 例如像家具 家具不一定要用木材做 我想整个世界的趋势就是说 你所谓社会创新有一部分也是说 好比像说 现在的这个动物的养殖业 它的成本 不管是碳足迹 或者是其他的外部成本 越来越高 那就会有人研发出这个吃起来 跟真的肉没有差别的酥肉 因为它用基因转值的方法 把产生铁的那一块 插到这个 它的那个chain 里面去 那所以就是说 凡是有这个 价格上扬的地方 就会开始出现社会创新用科技 或者新的技术的方式 去用别的方法去解决相同的问题 所以我倒是觉得还好 就是说 我们以前都是常常有一种 就是它的生产链 这边这个一个选择 这边这个一个选择 然后一路从上游到下游 但是现在每一个部分 差不多都可以抽款 所以我对这部分 它倒是蛮乐观的 蔡政府表示 上一号 国安就是资安上一号 那但是成立网军是否困难 大家对我可能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 我对这个 就是 磁痛战 有一些研究或什么 我虽然是所谓的公民駭客 所谓Civic Hacker 公民駭客 但那个意思是说 用创新的方法去解决社会问题 我不是资安的hacker 我资安的程度就差不多 可能相当于可能大一大二的这种 有念过改论的程度 所以就是说 我对资安不是完全没有了解 但是我并不是资安的专家 那另外就是说 我的老户协商 除了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上班之外 第二个条件是说 我不接触国家机密 所以说 大家觉得会有什么 子通电粘菌啊 什么第四菌种啊 什么这些东西 只要是密件 不是吃的那种 只要上面有盖个密的文件 只要送到我的办公室 一律都是给 有一位涉密的餐食去看 然后我是看都不看的 所以我其实真的不知道 我们子通电菌的实质的状况 但是我了解到 这个资安人才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自己做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院内用的系统 我们自己架的这些 自由软体的系统 我们都是花大钱 这个也没有很大 这个几十万一百万左右 去请这个白帽海客 就是他们是真的是做资安的 但是他们愿意来打这个系统 打完之后 还不会侵犯我们的权利 而是告诉我们 他们怎么打进来的 然后让我们能够去修正 那我们我花非常多的力气 去告诉我们的 各部会的朋友 咨询处的朋友 部会的主管说 你们一定要在规划的时候 就让这些白帽海客 能够进来打这套系统设计 跟规划的这些东西 那两个好处嘛 一个是说他们打了 发现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你赶快修正 这个系统就比较安全 我们说纵深就比较深 那第二个就是说 这样子的话 他们有事没事 就会被总统接见 被这个社会夸奖 这个觉得这个 对国家有所贡献 就不会变坏 如果他觉得说这个社会不肯定他 然后就跑去为非做台的话 那就值大家都不信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是要一直要 找出工作机会 给这些这个身怀绝技的机制国手 那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行政员的政策 这个倒是非常consistent 就是我们会一直创造各个不同 sector的工作机会 给这些白帽的自然人才 有一位朋友问说 有人玩过先人的演化 很高兴有朋友玩过这个游戏 那许多的资源是用英文为媒介 到底要怎么培养自己的语言能力 然后是怎么样去了解到slido.com 这也是好几个问题 人物成一个 我想培养自己的语言能力 我当年啦 就是混聊天室 就是IRC 那现在当然是select Guitar 这种线上selectoverflow 这个非常多嘛 hackernews等等 这种用英文来讨论的社群 那这种文字为主 而不是与英为主的社群有个好处 就是说你中间停下来 赶快查字典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你赶快再查字典 然后所以你就可以看 感觉上英文没有那么破 然后还可以跟大家进行互动 英文可以说 全部都是在聊天室上面学的 所以就特别擅长跟人瞎扯 那另外就是说 这个语言能力就是 读写的能力 以前跟听书的能力 需要不同的这个培养的过程 但是现在随着DuoLingo Google Translate 语音合成 语音辨识等等 就是你整天没事跟CV讲话 也可以学语言 所以这个部分 倒是随着自动化技术 或机器学习的进步 这个部分倒是真的解决了 就是说大家没事在家里玩DuoLingo 还是可以把听人说的这个 努力练起来 以前一定要去找活人 那现在找机器人也可以学到齐八成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我当时学英文的时候 最大的一个不同 那最后就是怎么样了解网络资源 其实就是出道用事 随便找 就是像我这个slido.com 就是线上即时问答系统 你就假设就是你的这个问题 一定你不是世界上唯一碰到的 你就把你的问题打到Google去 然后就花个三个小时 把每一个link都看过一遍 然后就会找到 刚刚好符合你的需要的工具 那我想就是 就是我们叫surfing the web 就是在这个网海里面去冲浪 那这个过程其实 当然是非常 怎么讲 非常addictive 就是非常有 有单逆性 然后也非常感觉上会浪费时间 但是 只要你就是 事前过一个那种种 或什么样之类的 就是 限制说 我就是要花三小时research 这个surfing 基本上大概都可以找到 很适合的题目 那这个也是 也是跟任何技巧一样 你越练 越能够去 一下子就能够在Google的 一百笔的搜集结果里面 快速去判断说 那些跟自己是有用 然后再透过这些东西去认识社群 认识人 那下一次你碰到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问那些人 再透过人去认识更多的这些东西 再透过东西认识人 那在网络上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那真的你没有办法的时候 那就是要 往一个大的留言板 然后问一个问题 然后用另外一个帐号 去谷一个错的答案 那这个是万事万灵的 总是会得到 非常好的这个答案 听起来透过公民团提速 提论社会问题 是会被政府注意到 但是谁在追踪成效 了解从政府部门 真正能够改善的做法 这些事情人民如何知道进度 非常好的问题 简单来讲就是管考要怎么做 对不对 我们目前有一个单一平台 Join.gov.tw 那这个里面 我们就是分成 从大家提一些想法 到一些重大政策 问大家的意见 然后到最后 政府到底在做哪些事情 所以是有这样子一个 预算视觉化 然后你就可以去看 普及国民宽平上网 環境计划 106年办理行刑 所有的这些部分 那这个部分 当然因为这些都是中央的 所以其实它是比较 像尤善新著名 数位机会中心行动进入 等等 这些都有 就是我们内部管考的代码 那你打这些代码去Google 你就可以看到更细一步的 包含中长期的计划 它的说明书等等 这些东西 那很好就是说 都有讨论区 所以你在这里面 就是有任何看不懂的地方 承办基本上都会回来回答你 那这个是蛮新的东西 就是我们今年才上线 那法规的预告也是去年才上线 所以这个是我 我来了行政院之后 算是比较具体的一些贡献 就是说我们是让 以前只有政府内部国发会 或者是主记 才能看到的资料 全部都攀在阳光底下 让大家看到 然后随时大家看不懂的地方 就问就是了 大概是这样 那所以这个倒是我 不是很担心管考的事情 因为就是大家终于一起管考 那另外一个很值得分享的 就是连别的院 监察院审计部 也加入我们的行列 所以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审计 某件事情的时候 他在以前 碰到行政院做什么创新的事情 他说不定是站在一个 那你这样子我怎么审计的立场 那但是呢 现在呢就不是了 而是说他会去问大家 行政院在做这个创新 或某个县市在做这个创新 大家有什么疑虑 很快来告诉我们 然后我们把它整理过之后 就拿去问管这个的政委 例如像我这样 那所以我觉得神迹部也是很特别的 就是让大家的疑虑 或者刚刚大家 这位朋友问到的就是追踪的部分 如果你对神迹部有什么想法的话 你也可以在中原平台上面 去跟神迹部去进行互动 那所以我想这是 就是不管是在行政的部分或监督的部分 都有一些具体的改善 都有一些具体的改善 好 那自然发展这个答案回答了 对于未来基前的世代 大概多久的时间会改变生活形态 看到有什么样子的冲击 其实我们的生活形态 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但是已经完全不遗憾了 跟知识上 因为我是 我是台湾应该是记得借人的最后一代 比我小一点点的就不记得了 那也是 我学习过程中还有用手算 而不是用 就是个人电脑算东西的最后一代 比我小的 一开始就有电脑了 所以 那个差别是非常大的 各位这个 二十几或者不到三十岁的朋友 可能很难想象 这是完全不同的世界 所以这个冲击它已经发生了 那这个冲击 我们目前看起来是蛮正面的冲击 说真的 我们整体的生活品质 人跟人之间互相了解的程度 一个新的社会新闻来的时候 不被单一的几家媒体 或者是几个所谓的 这个民意代表操弄的程度 我觉得大概都有这样子的进步 所以我觉得它的冲击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去让每一个人 去听别人说话的能力 增加了 在我小时候 在我碰到网络之前 都是完全是广播性质的 就是大家看同样的节目 大家听同样的广播 大家看同样的几家报纸 那所以一个人去影响 一千万人非常容易 但是你要听一千万人讲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 那所以我觉得 就是目前这样子一个时代 已经比起上来 是好很多的 那机器人呢 其实就是对这个东西的 进一步的一个扩张 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事情 我们现在必须要是很容易的工作 我们是要靠人类来做 但是呢 这些很容易的工作 在接下来 有很多事情 你不想打字 你就用语音输入 你不想要自己去拍你的行程 你就交给AI去做 就是说当人觉得很烦 很容易 很不想做的事情的时候 那这些事情就可以都交出去 然后我们是聚焦在 刚刚讲的 就是自发想要理解事情 互动 然后一起去做一些创作出来 所以我想这部分 就是自动化的部分 几乎是完全是好事 但是当然有很多朋友担心 反过来的另外一个 就是说 那我们就会变得很懒 然后到最后就是 好像有一种新的优势 物种会出现 会取代大家的工作 什么什么之类 但是这个是建立在一个前提上 就是说我们 不再有好奇心 不再觉得说 社会上有有意思的问题 等待解决 然后就会变成像 海客人物里面的那样子的状态 但是我觉得我们 离那个状态其实蛮远的 是有种 就是奇人忧天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 目前机器人的发展 还是好比像说 像我们在做 长者照顾的时候 更容易搬一些更重的东西 又或者说甚至他不需要照顾者 他自己就穿一个外骨骼 之类的这样子一些 它是辅助性的 而不是 它去取代掉人的能动性 那我觉得这也是 我们目前科技发展的一个 很明确的方向 就是它是augment 去辅助人类 而不是去取代人类 这类的能动性 好 那 关于管中铭老师 既没有了解 也没有看过 真的不好意思 我真的没有在关心这件事情 5G网络出现之后 会带来什么冲击 5G现在的一个很明确的应用 就是车电网的应用 因为它可以在 非常快车子交错的一瞬间 就传大量的资料 那它会让自动导航 或者是它让无人机 或者无人车 或者混合式的这种载具 变得很容易 所以我们现在的做法就是 接下来会有一个实验条例 就像已经过的那个金融沙河一样 可能会有 不是可能 大概就一定会有一个 无人载具的沙河 所以你就框一块出来 就有点像韩国在冬奥这样子 框一块出来 在这里面我们试用实验性的这个protocol 然后在这里面去用一些没有方向台的车子 开一开就飞起来的东西 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那在这里面去进行小规模的实验 那整个社会都发现说 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再扩大慢慢到整个台湾来使用 那如果在这里面就发现是一件坏事 那也很好 因为我们就没有像驴鼠一样都挑到一个 就是不好的概念里面去 那所以我觉得 重启就是说 会有更多创新的实验发生 但我们也已经蛮准备好了 就是会用这种沙河的概念 在台湾遍体开花的 去同时试各种各样不同的应用 然后看这些应用 哪些是对社会好的 就把这些和泛化带来这样 有机会能不能来 都来昆山演讲 很希望我讲错 这个是大家的问题问的好了 所以我想 只要大家一直有新的问题的话 我是很乐意就是继续来分享 就是没有什么问题 怎么样运用数位的资讯 来发展整合行政的资讯环境 我们现在有一个概念 就是叫做一站式服务 简单来讲 以前我们所谓电子化整 是你要开一下公司 你要跑四个柜台 那些要改成像四个网站 填一些一样的东西 看起来时间有节省 但你跑四个柜台 还可以认识新朋友 同样东西填四个网站 除了很烦之外 不会有什么别的感觉 所以时间节省 但是感受变差了 但是现在不是好事 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说 应该是一个单一的入口 是按照大家的live event 在生活中发生的事件 它就是一个单一的入口 整个政府是为了解决 这个服务的需求 然后来重新设计我们的流程 那这个部分 我们已经如火如毒的在展开 应该两年之内 会有很多有感的东西 从今天的暴雪软体开始 因为时间关系 没有办法多说 然后最后 这个有位朋友说 这个感谢我今天的演讲 这个是 那我们就结束在这边 要时间也刚刚好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政委 今天真的 他跟我们创办人 刚才见面的时候 我发下一个好语 他说 我没有讲 没有问题就结束了 他说 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果然没有 从来没有这样子过 而且我刚才 有跟他报告一件事情 就是说 五点到五 我们还快结束 可是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的掌声 会决定 他们来昆山的一个次数 所以各位昆山的 我们展现一下我们的热神 好吗 好 那我想 没有再开放时间 给各位提问了 因为都在这边了 那 我们是不是现在 就是究竟 我们请 因为不能个别合照 没有时间 我们是不是 我们请这位 那我们 那个 这一张 还有我们主管 到前面来 我们一起是不是 这样拍个大合照 好不好 各位把最帅的一面 最漂亮的一面 展现出来一下 头发拨一下 来先到这边了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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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 来 我们大胆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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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